欢迎来到YouTube平台《法令人间》听众分享鬼谷 今期节目的投稿人叫做汤圆 是一位从小到大都见到灵体的朋友 以下有两件事是由汤圆分享的 故事一办公室鬼跟你OT 之前在另一个电台听过有位师兄说过在官堂某大厦的鬼谷 他提过官堂旧酒吧车厂都很猛 我留意到另一位主持人也去到那边探领 实际上有什么故事我就不清楚 他提到车厂旁边有一间大厦 我上网找了一些资料 发现原来是我以前的公司 我在那边都翻过几年工 一毕业就在那里上班 因为我份工不时都要OT 甚至乎有时要通顶 有时我走出去公司走廊 久不久都会见到一些灰白色的人 在那里走过穿牆 这对于我来说都不是很害怕 所以都没有放在他心里 到我做新人那时 已经是有些同事跟我说过 他们独自在办公室 OT的时候 都有听到一些不属于自己座位的打字声和滑鼠声 还有那时大厦的设定是很差的 过了办公时间要留在那里做事 就要每两个小时去制柜 按着那个按钮才有电供应 去照明系统那里 如果不是的话 就会自动剪了 那些灯整个办公室都黑了 有人试过在12点前 那个系统都是完全正常 每两个小时自己剪了一次 再按按按钮就连着 完全没问题 但过了12点之后 明明按了按按钮 刚刚走回座位 他又会自己剪了它 试过几次都是这样 好像有东西在玩个灯键 最奇怪的是 如果第二天有其他人一起OT的话 即使人又正常翻 有一次我自己一个OT 我很确定是自己一个 因为我公司是open office 整个场面 百十几张电脑桌 一眼都盯着 谁开门我都会知道 我一直很专心地做事 做做下突然间听到身后 有些说话声 有男有女 最初我都以为是自己的心理作用 但那些说话声就越来越近 奇怪的是 我知道有人在说话 但一句我都听不明白 当我转过台一看 又突然间静了 然后我又发现 在我附近有一张 本来明明是向着同事的电脑灯 方向 不知为何转到我这边 我当时还很大胆地 拿了一部电话出来 拍下它 看看能不能拍到东西 发现拍不到 我的衣服又定点 我打算拍不到 那就打生毛了 站起来到处看 想图示一下是否真的没有人 因为我的工位是在那边的 基本上看过方向 就知道了 那间办公室有没有人 那我又开始想是否有贼 怎知就是这个时候 我突然间在公司的玻璃墙的 倒影中 看到办公室中间有个黑影 由电脑灯那里站起来 我即时吓到 哭着打电话给上司 他竟然跟我说 都叫了我不要自己一个家班 这些事经常都有 快点走 主持人 各位听众 你们好 我叫汤圆 是一个由小到大 都见到很多灵体的香港女孩 之前分享过一个我在办公室OT的经历 今次我也想分享一个近期的个案 是属于我前男友的经历 几年前我男朋友就找了份工 因为是一间新公司 所以每个礼拜都有新人加入 当时男朋友就认识了一位 来自澳洲回流的同事 家里也挺有钱的 而且发生都很nice 所以他们很快就清兴到底了 我以下的讲述 就以男友和巴打去区分他们两个 我男友和巴打 都在一间公司做sales 他们又有很多共同的兴趣 其中一个就是去做gym 有日他们两个就一起做运动 巴打就说起他很喜欢一个女同事 而这位女同事 以我们的认知 已经是有一位准备结婚的伴侣 当时男朋友可能都年轻气盛 他就鼓励巴打去勇敢追求这个女孩 结果就是之后的事埋下了腹笔 之后巴打和这位女同事都顺利成章 开始发展 但以我所知 这位女同事是没有放弃到他之前那位 很多年的男朋友 换言之就是一脚踏两船 结果巴打就经常患得患失 但我男朋友依然都怂恿他去继续追这个女同事 觉得只要他有诚意 有条件 是会逼到这个女同事去决定二选一 我和你巴打都有两句 当时也有提醒他叫他不要继续沉沦下去 因为很坦白说 你追了一个女孩半年 又买礼物又一起去旅行 还要和他同居 那女孩都不肯和他之前男朋友脱脱 我觉得是时候要放弃 但这位巴打依然都是执迷不悟 事情就过了一年 如同我们所想的 巴打依然是第三者 直到巴打发现这位女同事 开始有了第三艘船 他终于都顶不住 开始日日借酒消瘦 睡得少又吃得少 还要继续做健身 为了令自己身形好一点 他甚至开始吃健身的减肥药 我男朋友都觉得巴打的心情不好 但始终男孩 是不懂得如何和他疏离那些屈结 也不懂如何开解他 可能因为他刚刚回流回来 在香港没什么朋友 所以对这位女同事特别痴迷 直到有一天 男朋友跟我说巴打没有上班 其实那时我见到他 他都觉得有点不妥 不过因为平时巴打做事都没什么交代 我就安慰男朋友 说他可能喝醉酒抗工 谁知道巴打真的抗工了整个礼拜 打电话又没人听 去到第八天 终于有人联络男朋友 原来是巴打的阿姨 阿姨就说一个礼拜前 巴打下班回到家 觉得很晚睡就回了房 结果就促死了 阿姨就说一个礼拜之后 希望我和男朋友 和他公司的同事 一起去参加巴打的葬礼 我男朋友因为很不开心 最后都没有去到那个葬礼 他都很内疚 一直在想如果当时不是他这样去鼓励巴打去追求那个女同事 他就不会为情所困 而且那只减肥药还要是我男朋友推荐他吃的 他认为是他变相地害死了巴打 在巴打的葬礼 过了没多久 我身边就经常都闻到一阵 男仔的木味香水 我臭觉都很灵敏 我都很肯定 我和我男朋友 甚至乎我身边的同事 都不会噴这个味 香水味是晚上才会有的 我开始都以为是我公司 有些同事放香分 后来才发现为什么这么奇怪 香水味是去到我家门口还很浓烈 还以后有几次在我男朋友家门口都闻得到 因为这件事我男朋友都接近抑郁了一年 我有几次想和他说回香水这件事 但我怕他心情差 所以很多次说到口边都没有说出口 直到过了两年之后 男朋友提起他巴打生前很喜欢吃烟 吃完之后会在公司噴一种木味的香水 令整班同事都有意见 然后我就说 对咯 巴打走的牌子 我经常都闻到那阵男仔的香水味 就是木味的 听我这么说 男朋友都眼湿湿地跟我说 可能就是他没有去过葬礼 所以那个臭小子才过来见见我们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属不属于灵异事件 我都很希望法令人间的听众告诉我 会不会是有灵体 不给你见 但又想给一顿徐理文 令你知道他的存在 感谢大家收听法令人间YouTube平台 下一段内容将会继续播放 还不成为会员的朋友想支持平台的话 欢迎加入订阅分享 主持好 听众好 我叫梁美 来自香港 我现在就在美国居住 我想分享一个 叫做灵异 又不知道是不是灵异的一个经历 这个经历 发生在1998年 这个位置在广州 当时我离开了香港 去了美国 住了九年第一次回香港 然后再上广州探亲戚 就约了某一天 就在东方宾馆那里吃饭 那我跟老表和她男朋友 就坐公交车 就去到这个楼花公园 对面那里下车 下车之后就走过去东方宾馆 就突然间 就有只手摇我脖子 在我后面 那我觉得 搞错 到处玩 老表不要玩 因为我和老表 从小到大 我都不当她是女人 玩到整天打一堆 但是我想一下 咦不是啊 她在我前面走着 那后面是谁 一轮转面 原来有人想抢赢 我有一条金链 那人就抢了我金链 那我轮转头追 轮转头追的时候 然后呢 就有个人呢 就 躺在地下 伸着一脚出来 想踢我 我看到我 就跳起了 踢了他一脚 那接着呢 我就一直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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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到某个位呢 一既一跳到那一刻 一跳就下去 透过那些终于 那一屁头跳进行园里 那我记得就是 那一屁头去到那条小巷里 就是你跳下去之后呢 你左边是不会有东西 因为它是一大墙 那右边呢 就有一個士多的東西 就有一個人在吃直吃麵 那我就一邊追追追追追到 我一跳跳下去那一刻 我突然間聽到我左邊 有把女人聲跟我說 不要追 我突然間 那個背部 無管凍一凍 那我站在那裡 那我看一下 沒有人 只有一個男人在吃麵 旁邊沒有人 那邊是牆 那怎麼辦呢 那我站在那裡等了一陣 然後呢 後面呢 有五個人追上來 哇 那我就站在那邊 不要理會他 然後呢 才見到 我那些 老表和男朋友走過來 我說你為什麼這麼慢呢 走得 他說 哎呀你不要追啊老表 他說前 上個禮拜 因為不知道上個禮拜 是上兩個禮拜 他說 有個公安 追過 追了 在那裡 裡面 被人堆壞了 他說 你兩個混蛋 你早點跟我說 我說 很幸運 那我當然沒有告訴他們 在我左邊 而有人跟我說 叫我不要追 但是 我就在那裡想 誰跟我說呢 我相信 就算是鬼 都是一隻好鬼 但是我也都相信 這個可能是 一個守護神 在我危急那時候 會提醒我的 一個守護神 我不知道你們相信 但是這件事是千真萬確 有時間我再分享多些其他的故事給你們 感謝大家收聽 發令人家YouTube平台 下一段內容將會繼續播放 還未成為會員的朋友 想支持平台的話 歡迎加入訂閱分享 封風吹冷月光 他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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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似好似小聲發光 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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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方 方 他的眼光 他的眼光 好似好似小聲發光 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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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更方 未知不代表不存在 我们找筹的是最真实的灵异经历 广东灵异档案 大家好,我是来自终身的阿孝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概是二十几天前的一段小经历 事件是这样的 那天下午我就五点下班 由于我们公司在六楼 所以一般都是坐电梯下来的 应该都会很少人向楼梯的了 那我们公司的电梯 是要出了公司的门之后 穿过一栋安全门的 安全门和电梯之间 大概是十二三米左右 那天一如既往 走出公司门口 我就推开安全门 推开安全门的一砂码 我就见到电梯刚刚在关门 大概关剩一个人左右的身位 在那一瞬间 我就见到有个人 摄了进去电梯 门刚刚好关门了 很正常的 我就没去追了 我打算我可以等另一部电梯 这样摄何必呢 但是当我继续走近的时候 我就见到刚才那部电梯 是没动到的 我就心想 蛤? 那么好等我? 我还在那里慢慢走 走到电梯门口 电梯都没动到 于是我就按键 那电梯门就慢慢打开了 电梯门打开之后 我心就紧了 蛤? 没有人的? 刚才明明见到一个人 走了就去的 我顶着 不是那些东西吧 因为当时日光日拔 我就没理了 直接按了一楼 下去之后就拿车走 唉 那一天之后 第二天我就开始咳 不是一般严重 看医生就说我喉咙有点忽然 看了十几天都不好 医生就叫我拍片 拍片出来又很正常 虽然慢慢咳就少了 但是又到心口痛 痛了好几天 我就顶不住了 就又去看医生 医生又要我照心电图 又要我量血压 什么检查都做了 结果都是很正常 又过了两天 即是到前日 在中午的时候我就开始发冷又发烧 39度多 我打算这么久都是这样 是时候要求助一下科学以外的专家了 我就微信我老婆 叫我老婆 找外母帮她问一下是什么问题 同时叫她不要说我在电梯的经历 看看神婆准不准 大概过了两个小时 老婆就回覆我 说神婆批我在上落班的途中撞到东西 那个东西就一直在搅着我 就是想要我烧些东西给她 那就烧咯 烧了一些金银衣纸给她之后呢 昨天休息了一天之后 今天就没事了 大家可能这样听我说的经历 觉得没什么 又不是很恐怖 但是你试想一下 你明明看着一个人 走入电梯里 然后那个电梯关门 你一按电梯 电梯马上开门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那一刻你说 作为一个亲历者 多刺激 多恐怖 本人曾经经历过 几次灵异事件 今次想分享的灵异事件 已经是十几年前 在巴士上发生的 可以叫做比鬼迷 多刺激发生经历前 是我刚刚跟家人饭局的时候 接到一个朋友电话 说让我去九龙城 吹水喝酒 那我说要先送家人回去 再出来大概是要去到 晚上的十一点半 那我送完家人回去 很快就出门了 虽然当时我有喝酒 但是我很清醒地记得 是晚上的十点九个字左右 我上了一辆巴士 是要去到宋王台公园下车的 那我上车的时候 下层就只有司机 没有其他人 我说要坐三个站下车 所以坐位下层 到下一个站的时候 有三个人上车 头两个应该是情侣来的 那他们就不停地聊天 开始我以为他们三个是识的 那有一对情侣 坐在我旁边的位置 而最后一个女人就站在我旁边 只要坐两个站 所以我都没有转位置 他坐下之后 突然之间又跟我说话 他问我 你是不是喝了酒 现在去哪里 我就回答他 我说是呀 我约了朋友 差不多要下车的了 那他又说 可不可以 和你下车谈几句呀 我就说 无所谓啦 反正我都要下车的了 到一站下车之后呢 他又跟我说 可不可以要我手机 number 我又不知为什么 又真的给了他 之后他就即时打给我了 电话一响了 他就收线 那我就说 我约了朋友了 要走了 接着有一段时间 我做什么 我自己是完全不知道的 到我开始慢慢清醒的时候 才发觉自己一个人 坐在公园里 印象当中还记得 有些任巴人在旁边 远远地看着我 那又没什么事 那我就走咯 等我去到朋友那里的时候呢 他们就大力声地说我 喂 你去了哪里啊 又说11点半过到你 那我就很愕然了 那现在就11点半了 朋友就说你不是吧 你看一下我钟 我一看 哇 原来已经凌晨1点了 他们就问我 你去了哪里啊 搞什么啊 那我就说了 刚才的事情 那他们觉得奇怪 就拿我手机去看 我就给他看 那朋友就说 没有什么的 就说 帮我删了刚才那个女人的 电话号码 然后才问我 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那我没有想那么多 我说不知道啊 朋友就说 他说是74 更多灵异故事 敬请关注 微信公众号 南越奇探 感谢大家收听 罚令人间YouTube平台 下一段内容将会继续播放 还未成为会员的朋友 想支持平台的话 欢迎加入 订阅分享 大家好 我叫做加格 是一名家庭主婦 我从小到大 都见到和feel到灵界 我以前在机场仓 做过一段时间 可以讲一下这个先的 那我有个同事就回凌晨间 自己一个人上了天台煲烟 天台就有很多飞机箱 他吃吃烟呢 旁边的飞机箱 就里面有声 但是里面又没有东西 也都不会有人 之后他叫上司 就翻查监控 的确是有见到 那个箱里面震 但里面就真的没有东西 而第二个就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经常性都会OT到夜晚的11点 夜晚也都不会有什么做 那我就会去残刺那里煲烟 试过有一次就在个残刺里边 有一对门仔自己打开了 也都试过去厕所那时 听到隔壁有拔厕纸的声 但我就很肯定 没有人进过去 因为开门烧门都会很大声 那我就很奇怪 出来的时候就看了隔壁 那一格是没有人的 传闻那里好像有死过人 但这件事我就肯定不到 那我再说一下我的其他经历 那开始我说过 我是一个对灵体比较敏感的人 由我驼第一个BB的时候 就开始越来越夸张 尤其是一到七月的时候 那一个月每晚凌晨四点左右都会准时被鬼责 到现在其实我已经习惯了 但我今年真是顶不住 觉得很烦扰 我就去买了一个鬼王来旁生 今年的农历七月 只是一开始的那两三天 是有被鬼责的 之后都没有 那当然了 我都见过一些好和不好的灵体 好的就试过 晚上的时候 小朋友的玩具 我把玩具都放在地面 没有收拾到 到第二天 我发现这玩具都收拾好了 我以为是我老公帮我收拾 但我问他 他说没有 那时候住在元朗的村屋 我也知道那间屋是有灵体的 有一个妈妈和一个小朋友 那一刻我就会想 会不会是他们帮我收拾的 但是我没有去追究这件事 就是觉得他们帮我都没什么坏处 不好的灵体就是躺在我旁边 面贴面的 是一个长头发的女人 还要捉住我的手 我那刻其实很害怕 但我又没什么办法 唯有等到自己可以动 这个其实我都觉得是挺害怕的 还有一次我见到有一个应该是 八九十年代的小朋友 在我奶奶的床上跳 又见过他们扮我家人进厕所 那次本来我是想去厕所 但我见到我老公的哥哥进去了 我等了半个小时 我就去问我奶奶 他说没有人进厕所 还有一次都是住在元朗 村屋的时候 那天又扮在四角 烧了东西之后就收回到家 我老公准备打掃的时候 我就见到有一个小朋友 在吃东西 那我和我老公说 不要扯住了 就算是现在住在天水围里面的公屋 刚刚本来那年的7月14日 我都会感觉到一大群灵体在我身边 我走到哪里他们都跟到哪里 连在楼下肖佳伊都会见到他们排队等收夜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多谢各位 感谢大家收听法令人间YouTube平台 下一段内容将会继续播放 还未成为会员的朋友 想支持平台的话 欢迎加入订阅分享 大家好 欢迎收听法令人间YouTube平台 真实听众鬼谷经历 以下故事来自广州听众阿石 他是一名火车司机 Youtuber的零人间 你们好 先来个字我介绍先 我就是 廣州人 目前的职业就是 速递公司的一名 火车司机 首先本人没有阴阳眼 但是我绝对相信 世界上是有鬼神之处的 本人从小到大都遇过很多灵异的事件 有些都记不清 就是 以下来讲的就是 当事人亲身经历的 和本人亲身经历的 和本人亲身经历的 很小的时候 可能是五六岁的时候 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 那时候 我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 不是很懂得说话 但是 我很清楚记得 那时候 在旧屋 在廣州里面 一些城中村里面 的造屋里面 在一楼那里住的 那时候 一楼就 和我妈 两个 我妈抱着我 那时候是 下午的 差不多 接近天黑 可能下午 四点多五点钟 太阳准备下山的了 那我突然间 就看到 那门口 那时候我们 的造屋的 大门是木门 还是以前那些 在屋楼里面 有两条 那些木的 那些很厚的木板 就是摔着门的那种 那我就看到 有一个 女人 女鬼 一个女鬼 长头发的头 在门里面 就是飞来飞去 跟着呢 他有时 又 又飞去 那个天花板 还对着我笑的 有时 又飞去 那个厅里面 就是 不同的方位 飞去那里 就停留 就对着我笑 那我那时候 又不太懂得说话 那 只是指着那个位 哭 而且说话 都说得不太清楚 很小 五六岁 那样 只是哭 哭得很厉害 那 我妈呢 就问我什么事 我又不懂表达 只是拿手指 指着那个方向 那我妈呢 就应该感觉到 有些 不妥的了 那我妈呢 就去过 去过灶头 我们那时候呢 那个灶头呢 是 即是厨房 煮饭的地方 就去那个 那个灶头下面 那时候呢 是烧柴的 那就去那个位那里 就拿了把柴刀 就对着我指着那个方向 就斩下去了 那就砍下去地下啦 砍下去那个 那个墙啊 那样的地方啦 那样的地方啦 跟着 每一次呢 那个 女鬼的头都飞走的 我记得是有 有两三次啊 或者一两次是 是好彩啊 那样可能砍中的啦 之后就 那个女鬼的头就消失了啦 跟着我就没有哭 然后 我妈呢 就拿着她 那时候 生我的那个 那时候 穿那条 生嫂妇的那条裤呢 就抖着我的头 跟着我就不怕了 这件事呢 是我第一次 就是 有印象董事来的第一次 叫做是 靈怡事件啦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的 这个故事就到这里 接下来呢 第二个故事呢 就是 关于我老爸的 我老爸 那时候啊 九几年 九三四年那样啦 可能 他一次跟我说啦 就说他 他年轻那时候呢 就 跟我阿叔啦 另外 和两个朋友 晚上呢 就在我们 廣州 现在的 叫做天河公园 以前呢 就不叫天河公园的 以前叫东郊公园的 里面呢 就有很多乱葬缸 很邪的 那里 那里 还有呢 就是 那个年代呢 在 就是 在中山大那里 可能有些车祸啊 又或者那些 废件那些烂东西呢 那些垃圾 那些人就很喜欢 丢了进去 里面的竹林啊 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反正就是丢了垃圾啊 那些 那些鱼林 那些 那些 石屎那些 就终于丢去那里 那里 很多年前呢 那里是那些乱葬缸来的 那年代 很邪下的 里面 那 他们 那我就 就是 我爸爸跟我说 就说 他年轻的时候 跟我阿叔 和两个朋友 那 晚上 经过那里 就是 入天河公园 一条路 要经过竹林的 那 就是 为什么要经过那里呢 因为我们以前呢 是在天河公园里面 是有田的 我们会种菜的在里面 那个年代 就是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都是有田在里面的 那他们晚上呢 就 那时候很早的 就是凌晨两点 三点钟 就要起床 就是去割菜 去收菜 那时候很冷的 那天气 那他们经过那里呢 就 在竹林那里呢 我爸爸呢 我叔叔和他朋友 就是他们一行四个人 有三个人呢 就同时见到前面 就是几十米啦 有一个大黑影 那个大黑影呢 就好像个大圆球那样的 就 就是 好像那些水倒影那样 跟着就问他身边另外几个人 那一行四人 另外两个人都看到的 那他们当年呢 就年轻啦 又大胆啦 几个人 跟着 四个人身上 就是都有 我爸爸身上有个锤 那另外三个人呢 就 就是有几把那些 那些 竹刀 那些 那些 跟着我爸爸第一个 冲前去 以为是 看看是 是拆啊 还是什么啦 就是要搞清楚那件事啦 散盖半夜 那样 那麽大片的影 在那飘下飘下飘下 那就冲啦 那另外几个人 跟着他一起冲 那就追了 追了有几十米 可能都上百米 就是 无论 怎样追都好 都 就是都迈不到去的 就是那个影 会 随着他们的速度 向前移的 那 当他追到去 差不多 入到竹林那里呢 跟着看着那个大黑影呢 瞬间闪了去竹林里面的 还有没有声音的 就是正常呢 在那些野外那样走啊 跑步行路 是一定会有声的嘛 去踩到那些草啊 那些树枝的嘛 这个是正常现象来的嘛 但是只是听到他们 几个人的脚步声 就是听不到前面那一刻 已经有声的 完全没有声的 就是看着他熟 就闪了去竹林里面 跟着老爸回想起床呢 就是绝对是些不干净的东西来的 但是可能当时他们呢 有四个男人又年轻又大胆 就是人人身上都拿着一些铁器 可能就是这样的缘故啦 那就闪了下去 那这件事呢 就没有后组了 就是经历过一件这样的事 他就 很多年前有跟我说过 到现在他都不记得这件事 有时讲开都会说一下 那就到这里为止啦 更多灵异故事 敬请关注YouTube平台 发明人间 亦都可以成为会员支持平台的 接下来呢 讲这个故事呢 是2017年的1月20号 发生在澳门 这个故事呢 是我本人真身经历的 那17年那年呢 就跟我一个朋友啦 这个朋友是一个女孩子来的 是朋友 不是女朋友 那跟她是很朋友的 那我们两个呢 就下午就出发啦 就开车 就过去珠海 过关入澳门啦 那我们呢就 订了澳门那边一间很出名的酒店 叫做 有很多酒店 很大间的 我记得是在17楼 那间酒店是在17楼的 然后呢 我这个朋友呢 他就很累 他想 睡一会儿 接着呢 就预设个时间 跟我讲定 就说一个小时之后呢 就叫醒他 然后我们就下去 玩两手啦 他就自己去睡啦 那间房呢 是一间 比较大的 两张大床的 我们一人各放一张的 那时候呢 他就说要休息一会儿 那我自己就 在这个 落地玻璃窗那边 那个位置那里呢 就在那儿 玩手机啊 射一下烟等他啦 那之后他就开始睡啦 那他就睡啊 睡啊 他就开始发了个梦 他就梦到呢 有一只大黄猫 一只大黄猫很大的 他说 大到 就是听他的说法就是 就是好像一只老虎啊 狮子那麽大隻的一只大黄猫 好 然后呢 就 拔他下床啊 就是拔他下去 把床 不让他睡 那麽意思 那麽 那麽 那麽那麽呢 是否想在这一个时间 这个moment 叫你下去大杀四方呢 那麽 那他想 那他就想想想 他说可能都是的 那你两个就 一于就下去啦 是不是呢 下去大厅 跟着就就玩两手啦 那麽我们又 又好彩的 那麽就赢了4千元 那麽 那麽然后 那麽然后呢 就去了 那么 吃饭啦 又去了大三巴 之后呢 跟着就一直 吃完饭就走了一阵 就到夜晚的 十一点钟左右 在夜晚的十一点钟 跟着就回到酒店 接著她說累 她說再想睡一會兒 然後呢 我又在一個窗玻璃那裡 坐在那裡吃煙 我就等她 她就開始睡了 就在這個時候呢 就開始有些問題開始發生了 接著呢 她第一次睡呢 她都未入睡的 睡了五分鐘而已 她就開始不能動了 那她就感覺到她的床在那兒震 有人跳 就是有人不停地在那兒跳 接著她就 不知道怎樣砸醒了 可能嚇醒了 接著她都很疑惑的 這個是她第一次 即是第一次睡的五分鐘 就很疑惑的問我 她問我 你剛才是不是在那張床那裡跳 在那兒動 我說沒有 我一直都在這邊坐在那兒而已 她說奇怪了 她說那張床好像在那兒跳 在那兒震我 接著她聽我說完之後 她說沒有你了 她又繼續睡了 然後又睡 接著這次大概十分鐘左右 然後 她又是不能動 但她又未睡 又是清醒的 她的眼睛呢 就是那個眼尾那裡 她是看到我坐著那邊的落地大玻璃窗 是左右兩邊這樣移動的 不停地飄 即是說那個玻璃窗 是有時向左 有時向右 很有規律地左右地飄著飄著 像地震一樣的 然後她就開始有一點點害怕了 這個是她第二次砸醒的 然後她很掙扎地醒了之後開始有點害怕 但是我這個朋友呢 她不是一般的女生 即是她都是 叫做一些余家的余家婆 即是比較大膽的 她就不信邪 她這次呢 就叫我 即是她這次是第三次準備睡 再嘗試一次 接著她就叫我留意著她 如果她有什麼掙扎動 叫我拍醒她 那我就 這次很認真地留意著她 那在第三次呢 當時呢 我記得是 即是在房裡面 都不是 即我是調了個暖氣的了 都不是冷氣的了 都有成 30度的了 當時我是穿著一件T恤加外套 牛仔褲 那我都是感覺 即是這一刻開始呢 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還是真的啦 我是感覺是冷的 然後呢 我是感覺到 浴室那邊裡面呢 是有東西在那裡的 即是有 即是 那種感覺是裡面 反正是一種壓迫感 即是有人啦 又或者有些東西在裡面的 反正就絕對不是我和她兩個在場的 那一刻是感覺 還有呢 是聽到一些 開始有些滴水聲啦 即是浴室那個方向裡面 然後 我就看著我朋友 這次是她第三次入水 嘗試入水 然後她這次呢 是比頭那兩次更加的強烈 她是感覺到 是真的有東西騷擾她 她是不能動 她是控制不了自己 哭了出來 流眼淚 她是感覺到很害怕 然後 她這次是整個人眼皮在那裡 就是在那裡掙扎啦 人在那裡小小抽搐啦 接著我就 即是 即是馬上這麼快步走過去啦 就是拖起她 拖起她的右手 將她的人拖起啦 然後她就 我見到她哭 但是她說 不是她想哭 她說不知道為什麼會哭 這個不是她的本意來的 然後她開始害怕了 在那一刻呢 她說不在那裡住了 即時走 那一刻是 即是叫做 是很不冷靜的 而連手袋啊 什麼都不拿 就想走 那種 即是那種感覺 接著她 隨便在手袋裡面拿了一堆散紙 就丟了在地上 然後就即時穿回鞋子 我們就拿著那個袋子 我們就即時出門口 連門都沒有關門的 那時候沒有關門 那在我濫出房門那一刻呢 我感覺到 即是我濫出房門那一刻 我感覺到 我身後的房間裡面 最少有一兩個 兩個左右 即是兩個左右 可能是叫做靈體吧 即是站在裡面 看著我們 好像跟我們說拜拜那樣的 然後就很害怕 那時候是凌晨都兩點半至三點之間的了 反正是兩點半到三點 還沒有過三點那時候 然後就落到一樓大堂 那去大堂那裡就退房 辦退房 那就是開頭呢 我都沒有想著說要退房的 我打算就是說 想換那間房的 那但是我朋友呢 他就說 就是我朋友他就說 都是走了 不行 很不舒服 那去到大堂 我就跟那個女生說 我說要退房 那在退房的期間我就順便問他 我說 美女 這間房好像有點不妥 他說什麼不妥呢 那我直接 就是我直接毫無保留 我都不轉彎活角 我直接跟他說 這間房有鬼 就是感覺 給我感覺就覺得是有鬼 直接就有鬼了 然後那個女生 大堂那個櫃櫃女生 其實他很冷靜 我看到他的表情 我留意到他一點都沒有覺得很驚訝 就是他那一刻 我看到他的眼神 還有他的表情是 就是好像一早已經知道 然後他很冷靜的 不如我和你換個房間 然後我朋友就說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要馬上走 然後他即時就和我們辦了退房手續 那我們就連夜 連夜就開車過關 去珠海開車回來廣州 那這件事呢 還有一個後續的 那我這個朋友呢 回到來之後呢 他就去連夜 即是回到來 都沒有天亮的 那時候可能五點鐘左右 他就叫我搭了他去一個比較偏僻的一個地方 他有一大群朋友在那邊 是在開派對的 他就叫我搭去他那邊 然後我自己就回家了 他經歷過這件事之後呢 大概 可能不多夠一個月了 然後他因為一些可能一些事情 或者是一些和朋友玩這個派對 可能涉及到一些精神藥物 是不是 然後就被人抓了 那他被警察抓了都差不多一年了 後來搞了很多關係 或者可能一些時間 然後才回來 那我估計這件事可能因為 就是遇到這些事情 可能令到他這麼黑仔 那這件事就在這裡 完了 接下來說這兩個呢 就關於我 也是關於我自己的 就比較短一點的 這兩個好兒子呢 就是我自己親身經歷的 都是在 第一個是在我自己的家裡的 有一次呢 就可能五年前 那我晚上 我在房間睡覺那時候 就都是凌晨 都是凌晨三四點鐘 那我就 就是不能動的 都是叫 可能是那種被鬼壓 因為從小到大呢 我是很頻密的 就是所謂的 好像被鬼壓的感覺 你是清醒 但是呢 不能動的那種感覺 我從小到大都間中會有的 就是我明白有時候呢 是可能日後你個人很累啊 或者那種呢 就是這些我是分得清的 就是我有沒有日後 到底有沒有過於疲勞啊 又或者精神不好的情況 這個我自己清楚的 但是基本上 十次有八次呢 都是 應該是被鬼壓的 因為我是清醒的 我是沒有睡著的 那次呢 是五年前我是睡覺 三四點鐘 那我那一刻呢 是感覺到整個人是不能動的 但是我已經醒了的了 那我背向呢就是 就是 衣櫃那邊 也都是房門口 因為我是側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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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面向那邊呢就是 那個 窗 那我那一刻呢就 那我不整身不能動的 然後我就 感覺到背後 是有東西的 就是令你很不舒服 就是你一個正常人走 走夜路 是被人跟蹤的感覺 那種啦 反正自己是感覺到的 那我就 那我就 因為我都基本上 都叫做有經驗的 這些從小到大 那我就 在那個心那裡 不停在那裡唸 播放那邊啦 這樣啦 跟著我 我把自己的 就是那個意志 把自己的意志 集中在 那個 手腳那裡 我要動 我要起來 那我就 就是 在那個口 那裡 那個喉嚨那裡 發出來啦 就是 叫啦 就是 叫 嚇 那些 那些發音啦 那喊了兩聲之後 那我集中在意志 用盡全力 跟著就 把頭 轉過來 慢慢的 就是 儘量把他人想 坐起來 那我 當我 睡平那一刻 我看到 我的房門口 有一個長髮 一個實體的影 就是看不到五官的 就看到一個 長髮實體的影 那 就 站在房門口 就伸手 去開我 房的燈 房門口的燈 他當時是 用 用 右手 去 就是 他面向 房門口 那個 房燈 是 在 左邊的 他用右手 伸去 想開我的燈 然後 我以為是賊 然後 然後 我 這一刻 我更加的 那個意志更加強 我即時 我就 起床 然後 然後 我老婆睡在旁邊 他就是 沒有醒的 他睡著了 那我一起來 那我順手 就在 就是在我床頭櫃 就是 那個床邊那裡 我就 拿起 一條棍 那我拿起 一條棍 我就起床 即是我的腳 都未落地 那那一刻 就 即是我的腳 都未落地 那我就 已經看著 那個黑影 是轉身 很快轉身 跟著 向 那個廳 外面 跑出去 我就 已經聽到 即是 我絕對 清楚聽到 是 不穿鞋 赤腳 躺在地上 動動動動動 那種 我相信大家 真是說 如果晚上 夜深人靜 那時候 你不穿鞋 赤腳在地上 跑步 那種聲音 就是 躺在地上 那種 動動動動 那些 我是 清清楚楚 即是 很實在地聽著 赤腳 跑出去的聲音 但我沒有聽到 開門的聲音 即是 即是 大門 即是 廳外面 大門的聲音 沒有聽到 但我絕對聽到 是赤腳在地上的聲音 然後 我說 下地 就拿起 那條棍 我就衝出 那裡 那我衝出去 那我都未出到房門 即我都未出到房門 那 就已經 聽不到有聲音 聽不到有聲音 那我就 因為 我兩個女兒 一間房間 我兒子一間房間 那當時我沒有想到 可能會是 這些 就是 V混的東西 那一刻我以為是賊 那我既然沒有聽到開門 我害怕的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賊 那一刻我就 我就放下 那條棍我也害怕的嘛 然後 我就去我大廳的 查幾弟那裡 那我就 拔了一把開山刀出來 即是 工具 然後 到了第二天 那天 我就過去 我媽媽那邊 問我媽媽昨晚一件這樣的事 那樣 然後我媽媽呢 就去 找我那個 契媽 我的契媽呢 是那些 神婆來的 這個神婆呢 在我們那邊 就很出名的 很多人 乃了東西 都會去找她 那就順便契了她 即是她 真的有料的 那就幾件事都 都比較出名的 那就去找她 她就 幫我問 可能查日腳啊 和我的 就是 時辰 Kickrack那些 幫我查一查 她就說 我可能出的夜街多 那就跟了那個女鬼 就是那個女鬼跟了我 就跟了回來啦 那我幫我走到去 來這條隧道 大概 500米左右 可能400米啦 反正我是見到隧道口的啦 那呢 當時開著的是 80公里啦 每小時 就是貨車來的 那當時下著大雨 都幾大的 那我 開車呢 就是 有 二十幾年了 我是 都是比較穩陣的 那 今年的 車十四個晚上呢 開到八十公里 差不多入隧道那一刻呢 那部車啊 它是不知為什麼 自己 就是 正常走緊大直路的 它自己無故失控的 他自己無故失控的 自己 就是那個看板是沒有移動的 就是那個看板是沒有移動的 然後呢 他自己呢 就是 那個車頭呢 首先呢 慢慢地 慢慢地 向左邊 失控 然後 那那一刻 我就 就是 我也會怕的 但是 這種情況下著大雨 都不到你害怕的了 那我控制 我便不踩全 怎麽都不可以踩殺掣 控制著他 千萬不要踩殺掣 那我就鬆開油門 就靠方向盤搶回來 第一次他向左邊失控的時候 我就即時把方向盤打到右邊 接著打了一圈左右 那部車又開始衝反向右邊 右邊是那些三邊來的 是那些樹林 都頗深的 那一刻那部車不斷搶過去右邊 但當時是四車道來的 都很闊的 由中間車道不斷搶過去右邊 接著我看著那個車頭 即是那個右邊車頭 車角那裏 差不多撞到路邊的湖南 即時又打回去左邊 這次這部車在路上左右左右這樣 到第三次左右之後 那部車在沿路中間轉了一圈半 我後面是跟著兩部貨櫃車的 是很大部的貨櫃車 跟著他在我後面見到那部車西空 兩部貨櫃車都同時收掣 即是收有殺掣 停了在那裏 然後我停定了 那部車的車頭是逆行對著他 即是他車頭又對著我 我又對著他 然後我都不想太多 即時我就打危險燈 按了危險燈先 然後就雙閃 雙閃對方 打個招呼 接著我慢慢慢慢 就重新踏上一部車 接著慢慢地這樣開 接著 我相信對方看到這種情況 他都嚇到的了 因為當時實在太大雨了 然後 即時這一刻我馬上打電話 給我老闆跟他講這件事 又打電話跟我老婆講 其實那一刻 其實最最想就同心給別人講一下這件事 即是如果 如果真的對了過去的話 我都不知道是怎樣 那就 我都不是很 即當刻我都 不是說很在意 到底是否因為靈異這件事的 然後就隔晚了 隔晚之後 隔晚之後 那我就 我妹妹 她就過來找我 就 不知道是因什麼事就聊天聊天 聊天 因為我妹妹是有 玩慣天干地支那些盤的 她們的圈子 和一些 就是 一些靈異節目的師傅 都有交流 有聊天 她就是 喜歡玩天干地支盤的 那些 然後我妹妹就跟我開了個盤 即是我談了這件事 她說不如我跟我開個盤 接著我妹妹就 開完盤之後 就看到裡面的盤說 我又是被那隻女鬼跟了 她說這次這隻女鬼都很喜歡我 她說一定要帶我走 她說你很危險 這樣 接著她在上面問 問了 就是在交流群上面幾百人 都有一些師傅 或者有一些比較經驗到的 那些看完之後 她都說是 很危險 要即時處理 然後就 這次呢 就去找 又去找我乾媽 那個乾媽呢 又是 查完檢查完之後 就說 叫我 隔日 不知道是那個時辰 還是什麼 反正一定要是 中午 去吩咐中午 叫我老婆去 買一些 那些 那些 衣紙啊 耳包啊 什麼 那些製品啊 就去我家外面 找一個十字路口 在那裡把東西全部燒掉 然後就送走了 就是送走去 那這件事之後呢 就是燒完啦 燒完 燒完 當晚 我又沒事了 又正常 那 而在 這件事 就是 我開車 乃夜的這件事之前 就是 前一晚 那 我老婆呢 就 其實是 有一晚呢 她是 就是教我的兒子做作業 就教得晚啦 當時 那就 都成 一兩點鐘了 那一晚 那她就 就準備入房間睡那一刻 一走進來 她就說 看到一個女人 就 站在我的床尾 就是 我睡覺 我的床尾那裡看著我 然後呢 第二晚呢 又看到那個女人 坐在我的床尾 看著我 就是 我老婆 那一刻都以為眼花的 那一瞬間就不見了的 接著就 到了7月14的 就是當晚就 發生這件事啦 那這件事是 事後跟我說的 因為她 不想跟我說 怕 就是影響我的心情 就是 怕影響我做事 因為我上班 是要凌晨上班的 還有呢 我是從事這個 開車都比較有風險一點的 所以她不想 就是 我知道 那 直至我發生這件事 又偶爾 剛剛碰到我妹妹 來找我聊天 這樣才把整件事 聯繫在一起 那時候 在十字路口 燒完這些事情 搞完一段時間之後 就沒事了 到現在 都OK 就沒有什麼特別事情發生了 那 這個是另外一個故事來的 現在 以下來說 這個故事呢 就是 就是關於我老母的 這個 這個故事呢 就是我老母 年輕的時候 那時候 就跟我老爸呢 兩個 那時候 就是 種田 他們也是那個年代 那我 八零後的 那應該她 就是 都是八十年代發生的這件事 那我呢 自己就是三姊妹的 本來呢 我對落呢 就有個妹的 就因為呢 那時候 因為他們那個年代 做事啦 就辛苦啦 就 我老母呢 就小產了 那就應該是個女兒的 就是本身 我對落就 就 不是我弟弟的 是我有個妹的 因為 就是小產了啦 因為 做事辛苦 所以小產 那 這件事呢 就是 一 二年 那時候 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那時候 那我老母就開始 有些奇怪的事情 就開始發生啦 那時候 我已經結了婚的啦 我是 一零年啦 一零年結婚啦 結了婚之後 一二年 我老母呢 就開始間中呢 就 在廚房做事啦 就聽到 有人叫她 突然間 阿媽 那樣 晚上 睡一睡一 又是突然間 叫她一聲阿媽 那樣 她就摘醒啦 那一開始 我老母呢 都不是很留意這件事 就是不是很在乎 不是很覺的 有一次呢 去市場 去市場買 買菜啊 那就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的 不是很適合呀 無端端回來 就慣了啊 就有一張手 就感覺很黑 接著呢 反正 不諸事不信啦 又有聲音 就是突然間 就好像有人叫叫她 那樣的 那麼 那到了一段時間啦 具體大家多久 我都不是很清楚啦 反正都是2012年那一年内 然后突然有一天下午 我妈在家里就有人来敲门 敲门那个人就不熟悉的 就是隔离村的 那个人敲门 我妈开门 她就问我老母 她说你是不是哪个哪个 这里是不是几行几号 我妈就说是呀你是谁啊 那人就开始一五五一十 就跟我妈说 就说她有个儿子 以前小时候 我不知道是什么什么事 反正就不在了 然后一五一十就把这件事 就是很v运的这件事 就这样说给我妈妈听 说你是否以前有个女儿 什么什么那时候 因为这个隔离村的人 一个儿子就报给她听 就说叫她的家人 去找这个几行几号 就是我老母的这边的地址 说她有个女儿就在下面 大家好好上一齐这样 她说都大了 就想搞一个不吃饭的亲戚 就是人来说的阴婚 接着我妈妈就才开始访研大梦 想起一件事 就是很神奇 就是双方是不懂 但是她又会找到这个地址 然后又将这件事说出来 然后我妈妈就想搞清楚这件事 去找神婆 也是找我那个所谓的 就是我那个什么 那个识开那个神婆 那个契妈 也是查这件事 后来真的查到 是就是因为这样 她就是不满 因为那个大姐结了婚 她都大了 她都想找一个好的对象 接着自己也都想在下面幸福 意思是说 为什么你不理我 又不疼我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就发生了这些事 后来妈妈就即时处理这件事 做了一场 就是这件叫做阴婚 那现在其实每年 都他们那边都派 就是她的老母都会送礼的 就是每年的逢时过节 都会拿些月饼 又或者过年都会来聚 就是聊天 拿些东西 那说两句 那那些 那那些 跟着就没事了 就是搞完这些谈议之后就 就是没什么事发生 都比较顺利 现在都都都都都好 都顺利的 这件事就到这里了 好 接着以下来这个故事是我老婆 是关于我老婆 就是我老婆大肚 准备我的儿子出生 那时候的事就比较短一点的 那这件事就是14年了 14年那时候 我儿子差不多出生了 大概可能过多一个月左右 就都预产期的了 都准备出生了 大概一个月左右 那有一晚我就来回 我出野街 都三点几钟 不记得是三点几还是四点几 那我老婆就都还没睡的 那时候就抱着我个女儿 就是抱着我个女儿 我女儿就中痴 我老婆睡觉的 那时候我老婆就都 八九个月的了 应该都很大个肚子 反正大概一个月就预产期了 都不多过一个月的应该 那时候我老婆还没睡的 那他就突然间就 就是另一边 就是側睡 一般抱着小朋友就側睡的 跟着他疲了 手疲了 鼻了 他想着休息一下 就躺平了 那一刻呢 他就看到他的左手边 突然间有一个穿着清朝 就是清朝那些服装那些 就是看电视啊 电影啊那些 那些 就是清朝那些官母那些 整套戴着猪啊 整套整个 就是成年人来的 就躺在我老婆旁边 就是左手边 然后那一刻我老婆其实都很害怕的 但是那一刻想 没理由是抢家 抢家不会穿成这样的 但是他都很害怕 那时候我又不在家里 那又抱着个女儿 又抱着肚子 又抱着肚子 跟着我老婆 怎样躺平 就怎样另回去 就假装 就是假装 假装看不到就算了 跟着忍着看不到就算了 那后来 我差不多天亮就回去了 回到家 跟着到第二天 天亮下午 睡醒之后 就跟我说回这件事 跟着我估计可能是 是不是 就是 我估计啦 不知道会不会是那些胎神啊 投胎啊 之类那些 那就是想感受一下 老母啊 的 那个feel 躺在旁边 那一刻我只能就是这样想 那 其实都没有再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这样 跟着搞定时间 魔鬼就出生了 就 没有任何特别事情了 更多灵异故事 敬请关注 YouTube平台 发明人间 也可以成为会员 支持平台的 下次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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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